新北瑞芳鼻頭腳步到附近 今天早上九點左右 發生火燒山 因為部分起火點 消防員不容易到達 就由空勤總隊的直升機協助滅火 初步估計燃燒的面積 大約八百平方公尺 畫面上可以看到空勤總隊直升機 吊掛水袋從空中灑水滅火 新北市消防局也出動四十二臺車 一百三十四名消防員前往搶救 大概在下午兩點多控制住火室 由於刺鼻的郊位隨風飄散 消防局就呼籲民眾 暫時不要到鼻頭腳附近遊玩